最新數據顯示在8月份 加拿大樓價連續第四個月上漲 而樓價仍然是年度漲幅 是9個月裡首次錄得回升 根據今日發表最新的 加拿大Turrent & 國民銀行 綜合房價指數顯示 8月份的房價比7月份上升了0.4% 是連續第四個月上漲 房價年度上漲更在9個月內首次錄得回升 經季節性調整後 雖然未如5、6、7月份的水平 但仍然處於高位 加拿大央行本月初曾表示 受惠於降低按揭貸款比率政策的關係 本國房價回復的水平比預期快 不過因為2018年初 本國收緊樓房按揭的限制 令8月份的指數漲幅 仍低於近21年以來的平均值 對比8月去年同期 房價指數微升了0.6% 其中首都阿泰華升幅最高 有6.4% 而多倫多增幅則為3.8% 但本國西岸包括溫哥華和愛民頓 按年計就錄得下跌 此外 美國聯儲局昨日宣布50天內第二次減息 將基本利率降低四分之一 但暗示今年將不會降息 有經濟分析相信 本國受外圍經濟因素影響有減息的壓力 短期內加拿大央行都不會跟隨美國減息的步伐 但未來對本國經濟的影響或會浮現 迫使家央行有減息的可能 好看